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10月3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胡凱文 先跟大家說說今天的新聞提搖 香港洋村繪本案宣判後 海外的洋村2.0團隊 早前在網上發布洋村繪本電子書 但最近租人偽務 中國政府宣布選拔航天員 並首次開放在學專家這個職位給港澳人士參與 案費浮揚封城 但官方刻意淡化消息 很多外地人不知道一進去 馬上被人用防疫的名義來收錢 詳細的新聞內容 在香港的洋村繪本案宣判後 身處海外的洋村2.0團隊 在網上發布洋村系列繪本電子書 給讀者免費下載閱讀 但幾天後隨即發現有人偽造網站 團隊直指事件明顯有人精心策獲 以誤導讀者企圖掩飾真相 但團隊表明無具威脅 會繼續堅持出版實體書 由一群身在海外的香港教育工作者 成立的洋村2.0團隊 上星期三在網上發布一套 三本的洋村系列繪本的檔案 分別是洋村守衛者 《洋村十二勇士》和《洋村青道夫》 每一本都設有香港粵語版 台灣國語版和英文版 全部都給讀者免費下載閱讀 但不足一個星期 《洋村2.0》在星期日說 發現有人偽造洋村2.0的網站 並且將假網站的連結 在社交平台和群組廣傳出去 誤導協助宣傳的有心人 洋村2.0團隊的負責人海外洋 向本台講述事件的來龍去脈那一陣 直斥對方精心策劃 反映港府和中共害怕真相 他說早前有網民報料指 收到一個非常可疑的連結 點擊之後會瀏覽到一個 和洋村2.0網站高度相似的假網站 裏面的假洋村繪本 也和真版本極度相似 我們都試過調查過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例如被人喊 或者被人換了故事 經過調查之後 其實是發現 實質上那個網站不是屬於我們的 他們是很明顯正心查問整件事 因為事實上你看到 他們訪問整個網站 去到我們網站的 我們用什麼平台去承載的電子書 或者是我們用簡化連結的方式 他們全部都抄襲了 所以其實他們是一個很用心 策劃的一個模仿 甚至我也懷疑它已經一早佈置了 因為我們 星期五的時候 我們也有公佈過 我們是會做 海外另外還有三本 是會在每天一公佈 在每天一公佈 在每天一公佈之後 很快的那條連結 其實已經散播得很遠 就是那條假的連結 而在洋村2.0公開 揭發事件和譴責之後 假網站和假連結已經被移除 海外洋說 團隊仍然不怕打壓 並且計劃以籌得的款項 出版實體版的洋村系列繪本 現在正是默色在香港和東南亞以外的印刷商 已避開風險 所以當他們經常去罵我們 說我們賺不到假資訊的時候 其實實際上他們就是最想用這些伎倆 其實我們的計劃 我們接下來都會公佈我們的財政數字 包括我們人會本需要有多少錢 又或者是我們來的安排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所沒有的籌款 其實應該已經夠我們出第一本了 所以我們都很快會公佈我們第一冊的詳情 還有都會再告訴大家 財政情況是怎樣的 而流亡美國的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梁仲恆就說 中共當局打壓對自己不利的網上資訊 手法都離不開封網和製造假資訊去混淆視聽 人民要對抗這些手段非常困難 為有團結並且做好事實核查 我們正面對的當然是國家級的機器 國家級的機器 就是說它是有無限度的錢 或者無限多的錢去請人回來幫它去做 當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是要靠每一個香港人 我們真的要看清楚 我們是否當我們想去陽川2.0去看 我們是否去一個正確的地方 我們是否去真的陽川2.0 我想這個才是比較自益本的方法 因為始終它要去copy 它要去打壓這個網站 即是說中共 其實以它們的資源來說 是來得太容易了 陽川繪本案在9月10日已經宣判 五個香港言語治療師總會的理事 被控透過發布陽川系列繪本 串謀刊印、發布、分法、展示 或複製煽動物品 各被判入獄19個月 潘池指 三本陽川系列繪本都有煽動意圖 而這個煽動意圖並非單單源自文字 而是這些文字在兒童的腦海之中所產生的效果 而在陽川2.0日前發布網上版之後 香港警方曾經向明報說 強烈呼籲市民和非法行為或清界線 以免承擔不必要的法律風險 又說即使基本法保障言論和出版自由 以及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的自由 但是這些權利並非絕對和可能會受到限制 中國政府在星期日宣布展開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 其中首次開放在賀專家一職 被港澳人士參與選拔 候選對象為香港永久居民之中的中國籍公民 當中著名參選人和其家庭主要成員 都應熱愛祖國 擁護一國兩制 香港特首李家超形容 這是國家送給香港特區的口禮 學者就估計全港有大約2,000到3,000人符合資格 而評論就認為 政治正確是當局吸納人才的首要考慮 航天科技活動變得過於政治化 反而難以刺激香港人的外國心 由董書玉報導 中國啟動第四批預備航天員的選筆工作 並首次在港澳地區選筆在賀專家 港府將於星期四起至今個月27日 進行為期三個星期的初選工作 著名參選人和家庭成員都應該熱愛祖國 擁護一國兩制沒有犯罪紀錄等 參選人需要持有博士學位 和有不少於三年科研經驗 不設固定名額 當局要求申請者需要是香港永久居民 和屬於中國籍公民 至於有外國居留權 或者持有BNO活照可不可以參加初選 當局就說會按既定程序審查 如果有人希望放棄海外身份參與 就會交由評審委員會處理 香港創新科技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相信香港有很強的科研基礎 都有很多從事科學探索的人才 有信心今次香港能夠推出比較好的人選 被國家考慮 過去多年來香港在創新科技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就 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雄厚 而且香港有一批從事科學研究的頂尖的人才 那麼國家正式看到了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 科大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學系副教授 于雲宇星的一對本台說 這是一個很好的計劃 有利香港航天科技發展 航內都表示歡迎 至於香港有多少人符合申請資格 於雲宇不掌握具體數字 但初略估計科大有約100名老師 和研究人員符合資格 估計連同其他院校和研究所 全港有約2000至3000名香港永久性居民符合資格 當中不包括學生 也都未考慮到他們的身體狀況 例如視力、身高體重等是否符合要求 至於當局規定 參選人需要持有博士學位 和有不少於三年科研經驗 於雲宇希望 可以放肤沒難 我其實希望能夠把這個博士讀的最後一年 或者是馬上要畢業的這些 其實也可以考慮到裡面 那反過來說呢 如果把這些學生去掉呢 就是實際上我說的合資呢 就是這些老師和這些工作人員 學生的反倒基本上不符合條件 因為咱們畢竟香港的高科技 其實相對還是少一些的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到大灣區 到全國各地 到世界各地去了 反正現在看來按照這個條件 這些人現在是不符合條件 香港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對本台說 不妨定中央今次的安排 就算當局背後 帶有政治宣傳 但是同時可以發揮到香港的優勢 例如理工大學的科研工作 可以應用在中國的航天科技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官方為了搞好中港融和關係 航天科技活動都變得過於政治化 反而難以刺激香港人的愛國心 你怎樣去將你這個活動 不要那麼政治化 因為你反而反過來 太過強調愛國感情 中央對香港有些大禮 反而令到它那個純科學的元素 是不斷減少 令到大家感覺到 原來是真材實料的人參與下去 都很可能背後有些政治元素 甚至上引起很多猜疑 官方要求參選人必須在香港永久居民中的 但是中國公民和家庭成員都要熱愛祖國沒有犯罪紀錄等 劉耀兆說 當局是吸納人才方面 首要考慮是參選人必須政治正確 這也反映了中國的政治文化 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日發新聞說 歡迎和感謝國家宣布啟動第四批預備航天圓選筆工作 形容這是振奮人心的喜訊 極具歷史性意義 感謝國家在73週年國慶期間公佈 此刻國家向香港特區送上這份禮物 喜上加喜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動輸越報導 案費浮揚近日出現新冠陽性個案 而進入封城的狀態 但是當地官方就刻意淡化封城的消息 並且以防疫為名以臉財 導致每一天大量外地人一頭撞入當地 就立刻成為了被宰的對象 由黃小山請問報導 據受害人在網上爆料說 案費省浮揚市 在國慶大嫁之前實施嚴厲的封城政策 該市主城所屬的 穎州、穎泉、穎東三個區二百萬人 進入了封閉狀態 但是當地官方並沒有對外進行詳盡的通告 以至於很多外地人 一直到走出當地火車站 才發現自己跌入了陷阱 並且被迫以高價隔離 而舉報者說 雖然當地官方已經封城五天 但是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成為被宰的對象 而這一幕仍然在這裡繼續 官方為了增加劏客收入 正用了該市所有的中高級酒店 用於所謂的集中隔離 而相對便宜的經濟型酒店就被棄而不用 很多根本給不起這個高昂費用的打工仔 就陷入困境 進退兩難 本台記者就此特地向當地 復洋假日酒店求證 那間酒店的值班人員透露 他們確實已經被政府徵用 作為隔離密切接觸者的場所 而且和他們一個等級的酒店 都已經被徵用 他還指出 他們不清楚和政府簽訂的實際價格 但是酒店收費標準 是住宿費每天400多元人民幣 我們現在是隔離酒店 隔離的營業界格 下個我不太日菜請主 可能都400多吧 復洋市 跟我們這裡就一個級別 已經全部就是被政府徵收 做隔離酒店 可能就太土難了 我們都感覺非常土難 而另一家收費得於200元的 經濟營酒店的員工 就告訴本台記者 他們現在雖然已經封城 但酒店還可以營業 不過他們並沒有被徵用 而是可以接待那些 能夠自行到酒店的散客 是營業的 因為復洋有疫情 然後就處於靜態管理狀態 就是工作證明 才可以在馬路上開車 現在就是公交 網約車出租車都停運了 外地過來的話 我不確定就是你們到那個機場 或到高鐵市在那邊 會不會被那邊 拉到健康一站隔離 榮東區防疫指揮部的官員 向本台記者證實 浮洋市城區所在的沙漠區 確實已經進入全面封閉狀態多天 當地原用的依然是4月份的隔離政策 但如果是外地人到了浮洋 即使你是來自低風險地區 也沒有辦法進入社區 有疫情的地方來的是要隔離的 中風險地區是7天居家隔離 如果是低風險的話是3天多年 中低風險都可以回家的 公共交通已經是停留了 通通通通的話一般是在你鎖在地上 就叫申報的吧 申報之後才會被辦通通通通的 那個西中隔離點 三多四四歲吧 我們那裡有個三四百塊錢吧 低風險的你進出火車和飛機是可以的 但是小區的話 那就是選區自己進的政策 那還真不好說 浮洋市防疫指揮部的官員就告訴本台記者 這次封城官方就說是政態管理 從上月28日開始屬於臨時措施 如果4日沒有新增病例 就會在第二天解封 而他否認官方借機掠財 也聲稱對火車旅客 實行大範圍強制性隔離 是因為有陽性個案 但是沒有解釋政府 為什麼徵用自費隔離酒店的時候 嚴貧愛護 他甚至嘲諷說想逃離火車站的人 除非是有電動車 據悉和之前重慶市長壽區 雲南省鎮紅縣的收費隔離政策一樣 這次浮洋市封城當中最大的受害者 依然是外地人和流動的務工人士 據一位要求匿名的當地體制內的人士說 各地都基本實行收費隔離 因為大家確實都沒有錢 但是他承認相比重慶長壽區 減免本地常住人口的隔離費用 和鎮紅收費相對低廉的做法 浮洋就採取了一刀切的方式 只有那些實在拿不出錢的人 才可能被送入商對廉價的方艙 進行集中隔離 他聲稱對隔離民眾來說 負擔確實有點重 但是為什麼出台這些措施 他也不知情 都是指揮部決定的 為此本台記者多次致電 當地的市委書記和市長熱線 並且多次致電復洋市政府辦公室 但是都沒有被接聽 自由亞洲電台情文報導 中共中央黨校宣布成立國際傳播研究中心 說要講好中國故事 提升國際話語權 但是批評者就指出 中共積極搶國際話語權 發動信息戰 反而會招致反感 由方德浩潘家晴報導 綜合大陸媒體 在和台灣中央社報導 2022年9月24日 中央黨校和民事教研報共同主辦 第一屆文化強國高端論壇在北京舉行 論壇上宣布正式成立 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研究中心 和國際傳播研究中心 中央黨校副校長謝春桃在會中表示 設立兩個中心是為了學習貫徹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國結合 即與中國具體實際結合 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推進中華文明與中國道路 並改進國際傳播工作 謝春桃對兩個新成立的中心提出具體工作要求 首先是立足中華文明深化中國道路的學理研究 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序事體系 他又要求兩個中心 加快建構對外傳播話語體系 將中國道路貫通於故事之中 講好中國故事提升國際話語權 並指要隨練一批思想性學術通才 形成一支具有跨學科 跨文明交流能力的人才隊伍 中國在國際上不斷受到批評 除了人權不障礙 新冠疫情爆發後 中國對疫情的不透明導致國際對其猜技升高 但積極搶國際話語權 發動信息戰反招至反感 總部在比利時的國際記者聯合會 2021年發布報告 指中國在疫情全球大流行期間 奉用罪事手法提高自身的形象 和重塑全球媒體格局 示警中國信息戰的力量不斷增強 抵抗中國政府的壓力很重要 自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人民網招收本年度第六期的 網絡輿情分析師學員 學員面向黨政機關 企事業單位領導幹部 管理層和媒體人員等等 不夠兩個星期的培訓 就收費每人高達近6000人民幣 評論人士就認為 黨媒藉著全壽看守所招述鏈才 更加認為這種 禁平新時代的培訓非常落後 由吳亦彤請問報導 上週六 中共喉舌媒體人民網 發布2022年度第六期 網絡輿情分析師中級研修班 招生簡章 主辦方是人民網旗下的 人民網輿情數據中心和人民在線 他們自稱是所謂輿情領航者 和數據國家隊 涵蓋輿情、黨建、大數據 和應急管理等領域的各類主題培訓 招生簡章聲稱 提升輿情處理與風險防範的 體系建設和管理 以及提高輿論引導工作的能力水平 是當前各級政府和企業單位 維護品牌聲譽最為關切的問題 為此培訓邀請長期中央媒體一線 擁有豐富實戰經驗的資深專家 進行授課 完成學習並且通過考試之後 學員可以獲得網絡輿情師中級培訓證書 簡章著名培訓對象是各級黨政機關 和事業單位、相關部門領導幹部 新聞宣傳、網絡管理 和御情監測部門的業務骨幹 國企和民營企業的管理人員 企業品牌、媒介關係、維護和危機公關等 部門工作人員、新媒體智庫、公關公司 御情服務和研究等機構的經理人 對漁程領導有認知需求的媒體從業者等 配分內容就包括有分析當下輿論生態變化 盤點2022輿論大事件 並且預測2023年漁程行業趨勢 結合這些實例由導師傳授漁程數據採集 監測和分析的技巧以及策略 然後完成漁程報告和網絡評論的寫作 邀請到的央媒、資深導師 還會講解如何應對漁程危機等 培訓內容還包括網絡熱詞 和漁程工作的關係 以及習近平總書記的互聯網思維 培訓從12月5日開始至17日結束 短短12日的在線課程收費 高達每人5,980元 澳大利亞時評人王普正向本臺表示 從5毛網平原再到網絡輿情分析師 他們的本質都是一樣的 為了抵消真實信息流通 對政府公信力的負面影響 而在習近平時代 網絡輿情分析師的隊伍就不斷擴大 為中共進一步數字監控服務 習近平上來之後 中共網絡輿情分析師 這個規模越來越大 網絡監控越來越驚奇化 整個社會 真正進入鮑威爾的1980 只有一個老大哥說了算 黃普正也認為 以媒體自居的人民網 一面白眼打手 一面借機臉財 人民網也好 央媒也好 自己標榜是媒體 公開跳出來 告訴全社會 我是中共的打手 我是中共的英權的一部分 也可以這麼去理解 中共的黨媒 人民網利用習近平 要控制社會的 這麼一種極切的願望 趁機倒過來 玩了中共一把 老前 整個就是一個大笑話 摩洛新生代博主 祥國娃夏夏 在接受本臺採訪的時候說 這樣的培訓班顯示 面對民間對政府 與日俱增的不滿聲音 人民網扮演了可恥的 看門狗角色 更加顯示出 習近平倒車進入 這麼平新時代 人民網不到兩週的高級 五毛線上客人 一人要價五千九百八十元 居然還能一年連開六期 習總書記的內循環經濟發展理念 在這方面得到了充分落實 這充分反映了在不斷加速倒車的 在近平新時代下 牆內互聯網平台在管控輿情方面 承受著多大的工作壓力 而人民網本身作為媒體 卻在培訓外界如何對付媒體 從這完全可以看出他們就是等的看門狗 長國蛙蛤蛤也都嘲諷 這種牆內的輿情培訓班非常落後 因為海外的社交網站上面 每天都在更新 和拉長中共敏感詞的清單 使得中共當局的應對非常被動 和具有局限性 想要真正學習到牆內輿情管控的真本林 關注牆外反賊們的Twitter YouTube等賬號 恐怕要比上黨媒官方課程管用多了 哪怕李佳琦自上100遍這課程 也不太可能搞得清 他直播間裡的坦克雪糕究竟是觸犯了什麼天條 而這來牆外逛10分鐘就能弄懂了 更何況習近平新時代下敏感資金單日新月異 人民網交授學員的可能只是老版本 反觀牆外則是在時時更新 歡迎牆內有需要的同志找我報名 我不介意只收取人民網十分之一的學費 但保證可以取得好十倍的學習效果 正值中國十一假期 本台多次撥打報名辦公室電話 沒有人接聽 記者發送的新聞郵件也都未得到回覆 中國大陸網絡輿情監測和研究機構 在2008年開始大量出現 輿情分析師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了公眾視野 2013年中國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 就和人民網聯合啟動網絡輿情分析師職業培訓計劃 主打的宣傳詞是替領導漢網 而時政已提交流平台新品聰 將這個職業稱之為官方節奏狗 自由澳洲電台情文報導 中國農經學者溫鐵軍在日前受訪的時候主張 具愛國主義性質的人民經濟取代市場經濟 是世界大勢所趨引起了軒然大波 雖然有人出現辯護 但被向重造等等中國經濟學者批評是開到車 由於時間上接近中共二十大召開 溫鐵軍提出的人民經濟主張立即就引起了外界議論 甚至被認為這個說法 是否有當權者授意測試風向的意圖 由方德浩潘家晴報導 台灣中央社報導 溫鐵軍在接受一場影音訪談事表示 維護主權、自主發展、具有愛國主義性質的經濟 都可以稱為人民經濟 而人民經濟擁有自主性、在地性、綜合性、 人民性等四個特徵 溫鐵軍在解釋自主性時說 自主性與一個國家 經濟主權的形成、維護高度相關 已區別於外國介入形成 並服務於外國利益集團的經濟體 他並表示 人民經濟應該成為中國經濟學界關注和討論的焦點課題 而人民經濟取代市場經濟 是世界的大勢所趨 溫鐵軍這個訪談 在中國傳媒被披露後 引發了不少中國經濟學者的批評 其中知名學者向重造直指 溫鐵軍的主張到了信口開河 完全不顧基本常識和邏輯的荒唐程度 這樣改革開放都不用搞 都搞全民所有制一大二公最好 將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都趕出去最好 企業追求利用都不符合人民經濟的要求 向重造說 全民所有制是中國試驗過 而且付出慘重代價 導致民不聊生 國家嚴重落後的經濟制度和發展模式 世界上這麼多充分對外開放 大量引進外資 充分和全球市場融為一體的國家和地區 他們喪失了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了嗎? 他表示 溫鐵軍的言論並不符合世界各國發展 和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的歷史經驗 人民經濟是打著人民的旗號欺騙人民 和國殃民 另一名中國經濟學者任澤平則表示 溫某某教授否定市場經濟 鼓吹回到計劃經濟和封閉 這個在全球都實驗失敗 億萬人付出慘重的代價 這類觀點 不學無術 不尊重常識 流傳甚廣 引發民營企業家普遍的擔憂 在這個關鍵時期 學者一定要有責任感 心中裝著國家和人民 他強調 中國是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受益者 自由亞洲電台潘家晴報導 在台北 總統蔡英文在3日會見德國國會 有台小組訪團時說 台灣與德國不僅是共享民主自由價值的重要夥伴 在中國對台軍演期間 強烈表達維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對於德國對台灣的堅定支持表達感謝 有台小組主政偉需強調 如果台灣受到武力威脅 德國也會勇敢站出來 協助台灣支持台灣 由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總統蔡英文對訪團成員表示 今次是全球疫情爆發以來 首度有德國國會訪團內臺 而且是由跨黨派的國會議員組成 格外具有意義 她要表達誠摯的歡迎 觀察員身份參與WHA 並且由125位跨黨派議員連署致函 WHO的譚德塞幹事長 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這也是多年來首次有超過100位國會議員進行連署 蔡英文也對德國在中國圍台軍演期間 在國際上力撐台灣表達感謝 今年8月中國透過長時間的軍演 企圖干擾既有的區域秩序 德國是今年度的G7輪子主席國 也在第一個時間透過G7外長的聯合聲明 再次強烈表達維持台海和平的重要性 對德國對台灣的堅定支持 代表所有台灣人民表達最深的感謝 台灣和德國不只是共享民主自由價值的重要夥伴 雙方在各領域也有深厚的合作關係 有台小組主席毅爾瑞致辭的秀表示 台灣不只是德國在亞洲的重要貿易夥伴 2020年我們看到台灣是國際貿易的良好表現 特別是台灣的數位發展 如果沒有台灣的半導體產業 全球的工業可能遭到很大的問題 在歐洲我們現在我們的鄰國正受到嚴重的軍事攻擊 勇敢的烏克蘭人捍衛著他們的國家與自由民主 德國國會也在不同的文件和不同的討論中提到 如果台灣受到武力的威脅 我們也會勇敢的站出來協助台灣 支援台灣 歷爾瑞還提到台灣人應該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感到很驕傲 民主能夠發揮作用 特別是台灣的民主發展 在亞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台灣的外交部表示 訪團不僅是德國國會官方正式出訪性質 也是在中國藉口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 升高對台軍事威脅後 繼法國國會訪團後 由於歐洲重要國家 以實際行動指現對台灣的堅定支持 自由亞洲電台眾廣正台北報導 接著聽聽幾則 在10月1日 世界各地不同的人如何反對中共政權 在2022年10月1日的香港 看起來再沒有反對聲音 只剩下一片紅 四處都是高掛五星紅旗賀國慶 但鄰近的台灣 仍然有一群香港人堅持表達訴求 為失去自由的香港人發聲 他們發起遊行呼籲罷紅支 保台灣 滅共黨 復香港 並且說10月1日並非國慶 而是代表公義的消失 有信音報導 赴湯道火的湯偉雄 上個星期六發起 十一齊震興 張先生賀出殯遊行 呼籲罷紅支 保台灣 滅共黨 復香港 大概10人的遊行隊伍 下午3點15分 在中國銀行 台北分行外出發 遊行至上山 趴為紅手持 躺在棺材中的小熊為利 予以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送上山 他們指出 即使香港已經再沒有機會發聲 但是離山海外的港人 應該繼續盡力發聲 遊行隊伍 行至新光3月1大使 向途人派傳單 呼籲抵制中資 他們認為每一個消費 都會影響台灣本地商業 和政治生態 有台灣人回應 香港加油 遊行人士行經中資企業小米時 將傳單拋入店內 不過隨即被保安人員要求離開 他們途經中國建設銀行時 都將傳單貼在大閘外 行至山頂上 他們為習近平封上寫著良知的棺蓋 有人就踐踏習近平的頭像 對湯偉雄而言 他只記得10月1日 是南亞島海難 但至今仍未見死亡證 這已經是公義消失 未能還死者公道 他反問為何港府還能慶祝 這是離地的政權 他認為這日是國殤 而不是國慶 湯偉雄還說 反送中事件已經過了三年半 所引申出來的極權問題 是他們現在要面對 因此反極權運動 現在才開始 他認為其中一項 就是要將罷買中國貨 演變成罷紅資 我們現在第一件事最重要的 就是要先霸紅資 因為紅資他們拿了他的資金 之後就去做一些侵害人權的事 我們去買紅資就會變成了他們的養分 我們變相去支持了侵犯人權這件事 所以我們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霸紅資 遊行人士Poppy說 2019年的這一日 有香港示威者劍仔中槍 令他更加覺得 10月1日是中共屠殺香港人的開始 離開香港來到台灣 他認為更加有責任繼續發聲 因為在香港不可以再發聲 而我在香港的朋友都是想說 就是你幫他們發聲 就是我們要保持他們 承繼他們的事情 如果出來都不做的話 那我不如回香港 反正都不搞活動 或者不遊行去抗議的話 香港變成青年秘書長馮趙天就說 自從2014年雨傘運動 和2019年反送中運動後 他對10月1日只有厭惡的心情 因為過往香港人對這個日子 好像被硬山山強加於我們 雖然有駕放 但是其實本身就是 除了這件事 我們本身對於他 是沒有一個特別的情感 其實回歸香港這個情況之下 1997年之後主權被移交之後 我們其實對於他 其實會慢慢 他們想強加於我們 對一個外國的情懷 反而令我們 推向另一邊 對中國的情懷是越來越厭惡的 在防疫和政治打壓等原因下 香港街上再沒有遊行隊伍 每年風雨不改 在中國國慶當日 到香港 港灣仔加計會外請願的社民連 如今都在無影中 其成員近日就收到國安警察電話 詢問他們會不會在國慶日有活動 香港動用超過7000警力 以防中國國慶有任何反對聲音出現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順應台北報導 而在倫敦 在10月1日 有藏人 維吾爾人 和香港人 聯合舉行集會遊行 抗議中共打壓人權 有示威者在中國大使館外 焚燒五星紅旗 又在五星紅旗上面 林潑糞便 和爬床 而全英國各地 至少有15場的香港人活動 集體向中共說不 由呂希報道 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3周年的日子 中國國內大使慶祝 不過對於藏人 維吾爾人 和香港人來到港 就是標誌著極權建立 人民致此遭受壓迫的日子 倫敦藏人 維吾爾人 和港人聯合舉辦集會遊行 由市中心皮卡迪利元華出發 遊行去到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示威者沿途舉起反對 中共極權的標語 又高呼口號 又罵到英國兩個多月的港人 黃小姐 三代同堂一起參與遊行 她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 由10年前的南亞海難開始 10月1日對於香港人來到港 已經不是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而是一個令到香港人傷感的日子 這一天告訴我們 我們因為這個黨而沒有了自由 我不覺得他一個值得慶祝的日子 是一個他應該知道 一個邪惡軸心的成立的日子 因為他在傷害的不僅是香港 是全世界很多不同地方的自由 都是被他剝削的 即是 就算好像俄羅斯的那些 他們的一些動議 他們都有可能選擇我棄權 但是大家知道為什麼 是一個很恐怖的邪惡的人物 我覺得對我來說 2012年10月1日 一手接載港燈公司 員工和家屬 欣賞十一煙花烏煙的船隻 被令一艘船撞擊之後翻沉 造成39人死 92人受傷 黃小姐說過去幾年 香港大部分的遊行 她都有帶子女參加 不過當下 香港已經失去遊行自由 他們只能把握在英國參加遊行的機會 更加希望子女謹記 自己為什麼會跟著爸爸媽媽 飄洋過海移民英國 謝先生和梁先生 申批港英旗加入遊行隊伍 他們向本台表示 港英旗代表著 他們對昨天真正民主自由 香港的眷戀 我們是想要一個以前所謂自由 有民主有法治的香港 而不是什麼都是某個國家 畫事 其實香港這個地方 本身就應該是香港人去畫事 而不是一個所謂隔離國家 他們 他們覺得政治應該是怎樣 覺得這個地方 政治應該是怎樣去 他隨意如何改變 隨意踐踏對香港人的承諾也好 隨意踐踏中英聯合聲明 所做的所謂承諾 和對世界的所謂一個約定 他經常說問14億人 但真正香港這個地方 原本就是屬於香港人 他問過香港人沒有 香港維持大家認為 擁有的一國兩制 不是現在全身演繹 因為現在的政府官員都改一改口 譬如是以前的三權分立 去到現在保定了三權分立 這樣 這樣 那是 是很多矛盾 所以大家都想將香港回復以前 我們擁有的一個兩制 我們認知的一個兩制 港英旗在英屬香港時期 代表香港的旗幟 一直沿用去到97年香港主權移交 香港滑浪風帆選手李麗珊 1996年在美國亞特蘭大奧運會上 奪得香港史上首面奧運金牌 代表香港在奧運頒獎台上飄揚的 正是港英旗 遊行隊伍抵達中國駐英國大使館之後 有示威者將一面五星紅旗放在使館門外 並在上面潑灑糞便和還在動的爬蟲 來到現場傳出惡臭 之後有示威者點燃另一面五星紅旗 更有小朋友向五星紅旗吐口水 大使館未有職員現身制止 直至當地警察到場之後 火蝕才被撲釋 其後有示威者以雷射筆和強光 照射大使館的槍 其中一面窗雖然緊閉窗簾 不過仍然透出燈光 成為示威者的目標 不斷以雷射筆瞄準揮舞 遊行起步前 藏人、維吾爾人 和港人代表分別發言 倫敦維吾爾人代表 阿希馬馬克木特發言的時候提到 自從73年前中共建立政權之後 西藏和新疆被佔領 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 中共更在天安門廣場上 血腥鎮壓異己 到近年香港民主自由被毀 維吾爾人遭受種族滅絕 近期的放逆政策更令維吾爾人 被籌家中超過一個月缺乏糧食 他說即使維吾爾人身在英國 現在同樣面對中共威脅 不過他強調海外維吾爾人拒絕沉默 堅定團結各族人民為正義發聲 呼籲國際社會以實際行動支持被中共壓迫者 倫敦港人代表Catherine發言的時候說 以往不少香港人和他一樣 對藏人和維吾爾人的苦難認識甚少 撥除香港民主運動爆發 港人開始明白藏人和維吾爾人所遭受的壓迫 並且明白團結被壓迫群體的重要性 除了近年越來越多香港人移居英國 他樂見更多香港人挺身而出 支持藏人和維吾爾人 Catherine邀請公眾參與聯署 呼籲英國政府宗旨和中國 建立的姊妹城市關係 而除了倫敦之外 全英國各地至少有15場集會 遊行和墨站等的活動 以不同方式向中共說不 並且以不同主題呼籲當地人加入抵制中共 包括抵抗中共滲透和抵制中國製造貨品等等 自由外出電台記者呂希英國倫敦報道 加拿大方面 10月1日對於身處多倫多的香港人 台灣人 西藏人和維吾爾人來說 並非值得慶祝的日子 多個團體選擇在這一天 聯合舉辦反共大遊行 聯合受中共壓迫的族群力量 展示反抗中共的意志 由胡瑞蘭報道 多倫多的11反共遊行 由包括港加聯 加拿大台灣人權協會 東特決加拿大協會等12個族群團體聯合主辦 集合超過300人 在中國駐多倫多領事館外抗議 並且遊行到安大略省議會大樓 示威人士集合了香港人 台灣人 西藏人 維吾爾人等多個受中共打壓的族群 沿途告叫口號 有來自香港的示威者 即場展示屠烏了和寫上反共口號的中國國旗 參與遊行的香港移民Johnny表示 自己每年都會參與十一遊行 希望讓加拿大本地人了解中共的惡行 他又認為香港移民要加緊向本地人解釋反共的原因 這件事其實我們都做得不是那麼足夠 其實我們都需要和我們身邊本土加拿大人 和剛才看我們遊行那班外國人 都要去講清楚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何我們需要遊行 為何我們需要去抗爭 至於剛剛移民加拿大的年輕港人Josha表示 參與遊行是要延續在香港的抗爭 在香港以前至於以後都會有遊行集會 但其實現在已經沒有 我現在作為加拿大香港人 其實這件事都要堅持 繼續去反抗中共對不同人的打壓 主辦團體之一的港家聯主席馮玉蘭就說 舉辦遊行是希望西方社會 正視中共政權對世界的威脅 最主要是再一次向全加拿大和世界 去提出我們對中共的專制政權示弱的反對 其實現在我們看到中共已經跟俄羅斯和北韓 是連結成一個陣線 俄羅斯攻打了烏克蘭之後 習近平也都不斷提出恐嚇說要以武力攻打台灣 其實如果這個真的發生的話 不單止令到整個東亞地緣的政治 產生一個不穩定的局面 而且也有可能帶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機 馮玉蘭又說中共在加拿大境內 也都長年累月地進行滲透 希望直遊行警惕加國政府小心防範 除了多倫多 加拿大另一個大城市溫哥華 也都有與百人在中國領事館外集會 抗議中共在香港西藏等地侵犯人權的行為 自由亞洲電台烏西南報導 而美國首都華盛頓方面 10月1日中午有大約100人 包括香港人、維吾爾人和藏人等等 在白宮前冒雨示威 有香港人拉起黑羊紫荊旗 手持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 抗議中共政權 香港民主委員會HKDC主席周永康說 會仍然堅持抗爭下去 目前的形勢 我們都會認為我們會堅持下去 還有其實是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訴求 就是在全球不同的層面、不同的陣地 都要求和期盼和會推動 一個是反對中共極權 反對是承認中共或者中文人民共民國 是代表廣大其實追求民主運動 還有希望民主憲政得以實踐的意義者的一個代表的政權 從而期望就是由商界去到政府去到普羅大眾 大家都以不同的方向法是會杯葛質疑 還有其實是推動這個政權的轉型 繼而令到一個憲政的改革 其實可以降臨在這些被中共非法佔領的地區那裡 更多詳盡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宇組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看 多謝 自由亞洲電台這一節的廣東話節目報道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